哈喽,大家好,我是大总 今天我要讲的话题是遵守SOP或者Stay at Home的重要性 请大家遵守SOP控制疫情,切断冠病感染链,人人有责 卫生中间,Nadou Noyisham说 控制冠病疫情是大家共同的社会责任 因此在有条件的行动管制令期间 我们是否可以遵守所设定的SOP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想要获取最新最乐最精彩的视频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目前我国采取行动管制令和有条件行动管制令的方法 如果有人或者是公司无法遵守 就必须回到行动管制令的模式 有很多人认为我国已经是结束了行动管制令 明天就可以补格挖沙 但是这是不对的 根据WHO 如果要接触行动管制令 是有六大元素来设行放款制度 那就是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我国已经进入第四阶段的行动管制令 所以采取多一种方式 那就是要求大家遵守SOP 好像随便用的模式 在随便他们没有执行行动管制令 他们只是实行高度社交规范 就是Social Discipline 请大家注意 只要还没有研发出疫苗 Lexin 新冠病毒还是在我们的社会还有一段时间的 至少有一两年 所以说行动管制令和SOP是非常的重要去控制这个新冠病毒 换一句话来说 其实在这个行动管制令期间 可以做生意的人都可以遵守这个SOP 所以我们相信如果其他人开始开店做生意 所以他们也可以遵守这一个SOP 我们来做一个总结 要战胜这层疫情 我们需要政府、卫生部等人类的请密配合 让我们一起战胜疫情 我们必须遵守SOP 或者是Stay at Home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看到这一个视频还不错 可以帮助到你或者是你的朋友 请给我一个like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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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